前阵子,网络上有一则贴文说,之前看了个采访,张学良管家说,张学良去世前段时间,在收音机听到过周杰伦的歌,还问他是谁唱的。 此言一出,网友哗然,在大呼魔幻之余,还非常疑惑,确定不是张学友。 其实,这是完全可能的。 2001年10月15日,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去世。 2000年,周杰伦出道,同年11月7日发行首张个人专辑。 所以,如果张学良听华语电台,是很有可能听到当时最流行的音乐作品的。 不仅如此,周杰伦的第二张专辑《范特希》于2001年9月发行,张学良也是有可能听到的。 不知道,他如果听的是《上海1943》能否回忆起自己过往人生的画面。 说起来,张学良的超时空行为很多,比如他喜欢喝可口可乐,到美国后还想去尝尝纽约大街的肯德基。 是不是跟一些都市青年的口味很接近? 时间感是一种很诡异的东西。 过去的人,有的会以为距离很近,有的却感觉很久远,而他们却是同一年代的人。 是不是有总时空次元被打破的感觉? 其实这种时间,错乱的例子还蛮多的。 如二,青乾隆57年1792年,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立。 第三,任天堂于1889年9月23日成立,同年清光绪15年,大清的光绪帝在这一年正值成年,清正。 第四,清光绪18年1892年,可口可乐成立。 第五,1911年,武昌起义时,电脑产业的巨头IBM在美国创立,而此时的中国才刚推翻君主专制。 第六,蒋介石比皇帝溥仪大十九岁。 皇帝对很多人来说,感觉好像比较遥远,但其实末代皇帝溥仪离我们很近。 溥仪出生于1906年,这位皇帝比近现代几乎所有的名人都要小。 比如邓小平比溥仪大两岁,周恩来比他大八岁,毛泽东比他大十三岁,蒋介石比他大十九岁。 第七,牛津大学成立时1096年,中国正处于北宋时期。 第八,哈佛大学成立时1636年,中国正处于明朝后期。 第九,1928年,米老鼠动画片出现在美国人的电视机上, 而同一时期,国民政府还在收拾多年军阀混战留下来的烂摊子。 第十,1940年,动画片《汤姆猫与杰利鼠》Tom & Jerry在美国首播, 而中国正处在,抗日战争出奇。 第十一,乾隆和华盛顿同一年去世。 乾隆和华盛顿都在1799年去世,养人是同个时代的人。 但是,却总让人产生错觉,那就是乾隆是古代人,华盛顿是近代人。 这些看似时空错乱的历史,大多都是我们把民国以前的时间划分为古代所致。 如果还有其他有趣的历史错觉,也欢迎你留言跟大家分享。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,感谢您今天的收看。 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动动你的手指,感谢你的喜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